三位候選人 其實他們背後代表了 三股政治力量 而這三股政治力量 在這一場補選裡頭 其實都有不可以輸的壓力 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區域是民進黨 在台北市的台南 如果這個選區都選輸了 那麼民進黨想要在2018敗選之後 能夠營造一個谷底翻身的 氣勢跟形象的計畫就落空了 那麼民進黨恐怕 這個氣勢就會一線千里 在2020要再扭轉 恐怕就非常難了 因為畢竟如果連這個選區 這麼有把握的選區都選不贏 那麼其他的選區 情況可想而知 那麼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能不能夠延續 2018勝選的氣勢 這個選區當然是關鍵 如果這個選區能夠選贏 那麼當然在2020 我們要講台北市八仙過海 不是不可能 要重現當年的盛況 絕對是做得到的 這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那麼對韓國瑜來講 在這場選舉裡 韓國瑜絕對不可以缺席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不管韓國瑜跟柯文哲 有什麼樣的私人交情 可是韓國瑜都不可以忘記 他在國民黨內 應該扛起來的責任 我相信韓國瑜不會確戰 他也不會因為因私而廢工 所以韓國瑜幫陳炳甫站台 這是必然的 而且是遲早的事情 尤其是讓外界不斷地在炒作 他跟柯文哲的關係 如果他再不上來 那麼外界就會認為韓國瑜確戰 那麼第二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時候的站台意義很重大 如果選舉結果 陳炳甫不幸高票落敗了 韓國瑜沒有責任 他盡了他的責任了 至少他是國民黨的 擠在天王裡頭 第一個公開站台 幫陳炳甫站台推薦陳炳甫的人 而且大老遠的從高雄跑上來 他仁治意境了 如果陳炳甫贏了 那麼韓國瑜今天的 驚天力挺 就成為了這一次成敗的重要關鍵了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這一場的戰台 當然有帶動陳炳甫的效果 包含國民黨其他幾位天王 或者其他幾位 這個地方重量級的諸侯 原本可能認為事不關己 可是如果連高雄的都跑上來了 其他地方的能夠不來嗎 那麼第三 對柯文哲來講 陳思雨的成敗 對他來說意義當然很重大 柯文哲一直在測試 他的白色力量 能不能夠成為一個政黨 能不能夠成為政黨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是 你這個政治力量 所推出來的候選人 能不能夠繼承你既有的光環跟選票 這是柯文哲現在在做的實驗 如果陳思雨能夠贏 或者他這次有一個比較好的成果 代表柯文哲能夠有效的 而且迅速的 把自己本身的力量跟光環 甚至支持的力道 快速的轉移到任何一個 他認定的人的身上 那麼他的確達到了一個 可以阻擋的實力了 可是如果今天 柯文哲所推出的陳思雨 在這個選區選舉的結果 並沒有很好 甚至大家可以計算一下 這個選票轉換率 柯文哲在這個選區 拿到了多少選票 可是只有多少選票 轉到了陳思雨的身上 那麼柯文哲恐怕 就要再一次的計算了 白色力量究竟是不是能夠 具體的成為一個政黨 或者是他想要成為一個政黨的話 這個政黨的運作的模式 恐怕還要再做進一步的調整 所以我說這場選舉的結果 其實對三股的政治勢力 未來的發展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畢竟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 選情實在太冷了 所以國民黨內的重量級的 這些助選員 在這個選區所關注的力道 坦白來講是不夠強的 那麼韓國瑜如果願意 這次用現身力挺的方式 來表態的話 其實其他黨內的這些 重量級的人物 就會紛紛要跟進了 同時我一再強調 我覺得韓國瑜跟柯文哲的交情 不會因為這樣的事情 而有任何的折扣 真正的朋友是會互相體諒的 韓國瑜體諒柯文哲 柯文哲必然也會瞭解 韓國瑜現在的狀況 所以如果兩個人 因為站個台 從此就鬧成這個 視同末路人 這種朋友不要也罷了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 跟柯文哲的交情 不會在這一場 或者是未來可能所發生的 任何一場浮選裡頭 而有影響 每個人有每個人 自己需要站的立場跟角色 大家會互相體諒 不過韓國瑜空軍來襲 何志偉是不是要拉警報 修林 我在想 韓國瑜今天做這樣的決定 可能是昨天 他有聽了孫大謙一些勸勁 應該這個大概是錯不了 我覺得說 如果說韓國瑜先前不來 是忌諱說跟柯文哲的 有一些友情什麼 我覺得這是想太多了 為什麼 你看 尤其從這兩天 柯文哲在講 柯文哲又把老掉牙的一些故事 搬出來 又講翻了 你說某潮流把他趕走 對 說韓國瑜 離開北農的總經理 甚至後來來當有幾職的顧問 三天都是因為 新潮流什麼議員 怎麼樣施壓 他只有說某潮流 他光講這個 我覺得柯文哲不用裝神弄鬼 我們民進黨沒有 就只有新潮流 沒有其他潮流 對 我不是要幫新潮流講話 因為我不是他派系的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講這些 是柯文哲的一個自白書 因為這證明了 柯文哲出賣了韓國瑜 我想韓國瑜也沒那麼傻 他其實早就知道 我覺得柯文哲 等一下 你說一下 柯文哲怎麼出賣韓國瑜 很清楚如果說是新潮流的議員 給壓力 那你不讓他當北農總經理 後來又不讓他當有幾職顧問的話 第一個 柯文哲你因為壓力你就畏縮了 這不是出賣朋友嗎 第二個他還說 柯文哲還說 在有幾職顧問的時候 他說新潮流跟他說 要跟我們交朋友 你如果有韓國瑜 怎麼跟我們交朋友 那你為了跟別人交朋友 你就捨棄了 你的老朋友韓國瑜 這不是出賣嗎 還有第三點 柯文哲曾幾何時 受了什麼議會質詢的壓力 就放棄了他要用的人 會這樣嗎 我舉例 更多的議員 不分黨派的議員質疑柯文哲說 蔡壁如非常不適任 尤其他是地下市長 那請問 柯文哲你可曾把蔡壁如 就把他叫職 換掉 把他叫他下台 沒有 更何況其他那麼多局處長官員 很多都被議員質詢過 那大巨蛋就是 大巨蛋我不但質疑你 給你壓力 我還提案 那個要求 我要求大巨蛋 是否應該解約接管 這已經三讀通過 已經去法律約束力 你也不照做 不是嗎 還是給他壓力的 不是這種地方議員層級 是中央層級 所以 我意思說 柯文哲不是說他最強嗎 他打騙天下無敵手嗎 他連小英總統 他連隔魁部會的閣員 他都在嗆了 他有差那一兩位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證明了柯文哲 那種小人的心態 我相信這些事情 其實看在韓國瑜的眼裡 他不是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一再 先前在炒作 我覺得在那邊裝神弄鬼 柯文哲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柯文哲把我們人跟人之間 謹存 我們大家都保留一點厚道 不想把話說那麼清楚 那就是保留一些說 因為曾經是長官部署 結果柯文哲就拿這個 往自己臉上貼金自我膨脹 我覺得韓國瑜來也對 因為你再不來就矯情了 這個好像有什麼在裝 所以你覺得今天韓國瑜 幫傳兵府站的還是對的 對 因為這個東西 你韓國瑜你所屬的是國民黨 陳如孫大謙委員講的 既然大家各有所屬 那你為自己的政黨 去盡忠效命 沒有人會怪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 這個代理人的戰爭 我覺得他們三位代理人的戰爭 我相信其實選民 不會說因為誰去挺誰 其實選民 我喜歡你這個人 我是你的粉絲 但是我不一定會支持 你要我去支持的對象 還是要看這三位 他們各自的本事 這三位的本事 我覺得當然何志偉一定是排第一 大家可以看 即便是補選 在這麼短期間 他也提出那麼多的政策願景看法 你記住 不能講民調 對 不 如果罰 罰我 不能讓櫃台受損 所以費委員剛剛講的那個 說費委員可能跟我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說誰有什麼靠山 什麼靠山多強 背後是誰多大的勢力 其實結論 選民最強 選民的獨立判斷 還有參選人 這些所謂的代理人們 他要凸顯他自己 因為在我們現在 這麼進步的社會裡面 選民要看到的是你的主張 你的表現作為 最好不要像柯文哲 所要帶的這個人 那個就有點離譜 搭了直升機不打緊 跟柯文哲一樣 吃碗來洗碗 有這麼幸運的位置 來擔任局處長 那應該好好珍惜 不要為了成就 柯文哲的政治野心 政治企圖心 去當柯文哲的試驗品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最不值得的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一個 收拾